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香味很得我的心 因为它是那种柑橘香 它不是传统的酸类产品的那个香味 因为传统酸类产品的香味会比较刺鼻 而且果酸有可能会有个臭味 对 它擦上脸之后 很多果酸类产品它主要第一是味道嘛 然后第二就是猛 你能感受到它在脸上有一个遮遮的那种感觉 它非常猛 但是这支精华它非常的温和 它跟普通果的精华不一样 它擦在脸上没有任何刺痛的感觉 包括我当时脸上有破掉的痘痘 就是破掉的伤口 连这个地方都没有刺痛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精华真的非常温和 然后它的质地呢 就是那种淡青的乳白色的那种质地 折离质地非常清爽 所以这瓶精华我真的很喜欢 我当时是早晚都用 而且这瓶精华重点是 它代购卖的人不多 而且很便宜 它这瓶主要只要200多 然后那这瓶精华你们还准备补充的吗 效果呢 效果非常好啊 练的时间几乎就是很平滑 主要就是它非常温和 因为酸类的产品很难做到这么温和 你用在有破口的皮肤上 你都没有刺痛感 其次就是它的香味 是那种淡淡的柑橘香 所以我真的还蛮喜欢这瓶精华的 如果我不是要长时间的 去尝试其他的产品的话 那这瓶精华我会回购 第二呢就开始讲两支 也是功效型的精华 但是这两支精华呢 我个人都不会建议单独涂抹 因为首先就是这个 Tobis的A纯精华 这个精华我用的是0.2浓度的 它上面写的是RX 然后这支精华有1X2X5X10X 好像还有个8X 它是代表了不同的浓度 我们之前讲过A纯精华呢 你要从低浓度开始入手 建立耐受 因为你突然上高浓度的话 你的脸会受不了 会有灼烧烧烂的感觉 或者是过敏的感觉 像我最近因为用那个达护文用的太多 我眼角这边就已经开始过敏 然后就会变得红红的 用A纯的产品也会这样 但是你一定要挺过前面那个很艰辛的时刻 后面你的皮肤就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然后像这个精华呢 它是建议从低浓度往高浓度用嘛 我用的这支RX呢 它的质地真的就像那种很硬的小麦面条 它是一个这种旋转头嘛 它挤出来之后 它顺你的头就变成一长条喷射出去 然后一长条射在你的手上的时候 它都不会断 就是最后你把它挤出来 挤到手上的时候 它都不会断 它会连在你的瓶口上 然后会硬硬的撑在瓶口上 我今天为什么这么糟糕 因为它的质地真的还蛮硬的 所以它挤出来呢 是那种很固体向的一瓶精华 而且这个东西 你像小麦面哦 它是那种深棕色的 你如果用手直接把它搓开的话 你是搓不开 搓不动的 它非常非常的粘 质地很像我给你涂的桩前乳 就很像那种欧美的那种 硅桩前乳的感觉 对 它也就是完全硅包的嘛 然后我建议大家呢 是把它揉在清爽的乳液 或者是清爽的面霜里面 把它揉在一起 然后再上脸 这样的话就涂得非常均匀 也很好涂抹 就不会出现你说 拿着那个面条 一点一点的往脸上抹 如果你硬要单独抹它 也可以 你就要真的是 像在画水彩画的那种感觉 就是沾一点 抹一点 沾一点 抹一点 而且你不能来回搓 它一定会搓泥 而且这样的话 它的用量会变得比较大 这个应该散场了 但是它还蛮精用的 因为你一次就是挤一下了 它这个压缸头 能把里面挤得非常干净 我这次是完全用光了的 如果你要用的话 它的效果真的蛮好的 那段时间我在用的时候 我皮肤是很通透 很透亮的 而且肌肤纹理是很整齐的 也没有一些过多的一些毛病出现 就例如什么一些小闭口啊 然后不稳定暴痘啊 但那段时间我自己借口也借的比较好 像前段时间刚去完日本回来 现在脸上就是大暴痘 然后因为表表化妆技术比较好吧 我的痘都遮了 刚刚有一个痘长在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 他一直说我是私情高娃 那你就说我去打个阳台素好了 打个阳台素 我找了一个痘 这个呢是TOPIX的A层精华 另外一支精华呢 我也没有单独用 我也是把揉在乳液和面霜里面用的 就是这一支宝拉的 韧二酸精华 它的全称是 宝拉甄犬换彩柔肤精华乳 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韧二酸 然后这支精华呢 它对于油痘皮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不过这支精华用在脸上真的蛮猛的 因为你擦完之后 你呼吸的时候 如果你吸的太猛 它都会有呛到你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也是把它挤一点点 然后掺在我的乳液面霜里面 一起上脸 揉到我的全脸 当然表标是说这一支精华的话 很建议大家把它点涂在痘痘的部位 当做一个强效型的特殊护理型的产品使用 但是像我呢 因为我长痘嘛 是全脸长 不是某一两个地方长 所以我干脆把它揉在面霜里面 全脸用就好 这一支产品呢 我是建议大家晚上用比较好 因为白天用你一定要严格的防晒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对于防晒这个事情 并没有做得那么好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晚上用 那这么一支精华呢 可能我的用量也比较大 我搭配乳液和面霜上脸的时候 在我破皮的地方呢 是有一点点刺痛的 它跟刚刚的这支酸的精华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支精华套特有什么补充的 我觉得还蛮温和 因为热二酸本身它是一个不怎么刺激的成分 然后它放的量就是也刚刚好 没有说特别特别大 而且这支精华的话 提醒大家一下 热二酸上脸有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你可能会很痒 如果你痛到这个问题 你不要害怕是热二酸本身有这个问题 不是因为你过敏了 你用一段时间就会好一些 还有这支精华呢 它不仅有热二酸 它还搭配了一点 自己讲话速度超快 还讲我刚才说我速度超快 当然我难得讲速度顺 你越讲越快 你还要打到我心里 那一点slowly 而且这支精华它不仅有热二酸 它还搭配了一点水洋酸 跟一些抗炎的植物提取 等于它是把抗痘和抗痘因结合在一起 所以是一支很适合痘痘的精华 它用到最后的时候不好挤 就是管状产品都有这么一个问题 用到最后的时候就不好挤 但是我还是真的是把它都用光用到底了 大家可以看它有多变 那么这支精华如果你对它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一下 它对于豆皮还是蛮好的 刚刚讲了两个产品 我都搭配了乳液和面霜上脸用 那么最近我在搭配的这个乳液和面霜是什么呢 我在用的这个面霜是娇蓝的水和青春的这个面霜 上两期我们在讲那个百元护肤的时候就有人就说 说些贵的来些贵副品牌 那希望你好好的看这一段啊 不要到了娇蓝这段就给我没有弹务了 每次发热讲到贵的东西说大家就沉默 整个在电脑前就是安静如机 我们就讲一下这两个产品 为什么会用到这两个产品 是因为我本来是想把它当成奖品抽出去送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贵的产品是能够给大家一个好的礼物 去送给大家 但是后来发现这两个产品马上就要过期了 所以我觉得不好意思拿出来送人 我就把它打开自己用了 它其实有两个 一个日霜一个晚霜 这个日霜呢是GEL质地的 是凝霜 这个晚霜呢我就给了我妈去用 因为它的质地比较润 这两瓶霜在我跟我妈那边都得到了很好的评价 它是怎么评价的呢 它说我很喜欢用这个霜 香香的 使用感非常好 然后擦上脸上呢就是它很好推 保湿性很好 早上起来脸也不会油 但是拨上去也不会干 而我用这瓶银霜呢 它的感觉就是 是娇蓝水和青春的那个香味 它这条线都是这个香味 它上脸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浓郁 是大家都知道法国贵妇品牌 肯定它香味是很重的 但是它好是好在它那个味道马上会散掉 它的这个面霜我还剩了一点点没有用完 可以大家看一下 是很清爽的质地 抹在手上 所以它这个质地 它就非常好去柔和一些 像我刚刚讲的这种硅包的精华 或者是这种很难推开的热浪酸的这种精华 或者是你只要一点 加一点点量 加到里面给它一个加成 你这个面霜就可以变成一个 有多重功效性的一个产品 而且这个面霜它好是好在就是说油皮 你这种天气也是完全可以用的 这个天气是非常热 一定会开空调的 那你只擦一些精华去睡 早上起来 你脸上擦了一些药膏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起皮 那像这个面霜打底 你早上起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你看抹一下 马上就干掉了 非常舒服 这个香味也不让人讨厌 我还真的蛮喜欢的 同时水和青春这条线呢 是娇兰已经非常多年就有的一条线 它这条产品线的主指很清楚 很简单 就是保湿 它是给所有肌肤的一个入门级的产品 同时这条线的定价也不是很高 品牌在这条线上呢 没有太多投入 对 我很少看到有人在夸奖这条线的产品 但是其实像这条线的产品 包括它的水 它的精华 跟它的面霜 其实都是非常好用的 并且它能够针对你的不同的肤质 去做一个选择 如果你是油皮 你就买它的凝霜 如果你是干皮 你可以买它另外一款的日霜 和这瓶碗霜 它另外一款日霜 那瓶也是一个厚重质地的 不是介绍质地的 我记得它好像是有三瓶面霜 这个就是我最近在用的这个面霜 最后一个新品呢 就是欧珀来今年更新了一个防晒 这个是大家之前看到 告诉我的 我就买回来了 其实之前每次在讲防晒片的时候 大家就一直在提名说 它的那个粉色的瑶乐防晒 非常好用 但是我本人真的没有用过那个防晒 所以我每次大家讲到这点的时候 我就装死 我就装作不知道吗 你知道我就装作 我没听过 我不知道 不认识 然后那个防晒呢 一直也没有机会用 直到它出了这个新版 我觉得圆圆的很可爱 它名字叫做 欧珀来烈日清透防晒液 名字是什么美感 对 因为他们说的是说是粉瓶的那个身体 换包装 同时它的新旧两款都在卖 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买回来 我要用 我觉得它圆圆的很可爱 而且并且那个时候不是拍一张照片 发到微博上和大家分享说 我已经先握手了嘛 但实际上这个瓶子 实物质感真的非常差 因为它用的那个料就跟安德线精品一模一样 它的颜色不是拍出来那个很鲜嫩像橘子的感觉 它其实是那种铁锈黄 是 而且它塑料感非常重 它比一般的饮料水还要柔感 对 而它其实圆圆的设计的感觉很可爱 但其实它用起来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同学们 所以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它是这样的 它很像一个 我怎么形容 原来宝啊之类的 南瓜 但是其实它这个口啊 设计的很好 它的口很小 你挤的话 它是很好控制量的 它这一点是比很多防晒做得好 然后这个防晒呢 我用下来的感觉 它很像2017版的安耐晒的精品 因为它的质地比老的精品要润 你抹开之后 它的硅感也比较重 然后但是这个防晒的使用感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 因为安耐晒的那个2018版 之前我不是都跟大家说 去买90毫升的吗 从今年开始 那个90毫升已经完全的停产了 然后现在60毫升的价格在疯涨 我看到代购那边 60毫升价格现在是卖到190 接近200 因为以前我买它大概是160的样子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这一瓶防晒 它其实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安耐晒的替代品 它也是60毫升的 它的价格是140左右 所以这么算下来 它的性价比其实还蛮高的 并且它也好买 因为后来在官方是有天猫店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推荐一些海外的产品 你们买不到 就总是会问我说 我去哪里买 那这个产品 它本身就是专供中国嘛 对啊 而且后来就是各大城市都会有专柜 你去哪里买都很方便 对你也很好去试用 你可以去专柜试用一下感觉 看这个防晒好不好 我还真的蛮喜欢它的 所以我现在是把它放在家里留用 自己在用这个防晒 它的防水防汗力也非常好 毕竟你也知道自身糖出品能插到哪里去 所以它不是太好洗 洗的话我还是会用卸妆水加起泡瓶的方法 来洗这一个防晒 之前呢我一直在讲卸妆水起泡瓶的方法就有人在问 那问题来了 是干手干脸用呢还是湿手湿脸用呢 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吗 就你怎么卸妆怎么用 这又不是油无所谓的呀 对其实它干手干脸用湿手湿脸用都可以 因为你就是在用卸妆水破坏成膜而已 你不是说一次性把东西都洗干净 你是把那个防晒的膜破坏掉了打散了 然后你再用洁面去洗 再用表面清洁剂 一下就把它洗干净了 还有更奇怪的问题 他说卸妆水放到洗泡瓶里面 是不是还要加水之后才能起泡呢 因为上期我们就讲过 它是改变了那个产品的质地 它是把它从水状变成了泡沫状 你的那个起泡瓶的那个瓶头 就能够达到这个功效了 你讲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上期有问题 那这起泡瓶去哪里买呢 任何地方的起泡瓶都可以 不论它是无银良品的 还是什么超市的什么沐浴露起泡瓶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有的都可以用 大家可以灵活变通一点 以上就是本期的五个我在用的新品的空瓶 这期视频非常快 讲的也很顺 好那就是顺吧 如果你看到现在你对于哪个产品感兴趣 或者说你没有听清楚哪个产品具体的内容 你记得到公众号是省心啊 去看一下公众号的文字版 我都写得很清楚 B站呢有一个习惯 大家很喜欢说 有没有课代表 没有课代表 课代表在哪里 其实公众号的文字版写得很清楚 我本人就是课代表 为什么不到公众号去看一下文字版呢 做功课不求人 就到省心的公众号去看文字版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